369的加里奥被沃夫评价为 职业里面混了个大师 实力只有老钻三的水平 看完今天这期复盘就会发现 沃夫真的有点尬黑了 再次感谢葡萄的叮当猫提供的录像文件 接下来进入复盘 先说符文 369的符文跟Broken Blade是不一样的 BB这边选择的是护盾猛击和复苏之风 而369这边选择的是爆破和骸骨 他不带那个吗 他不带复苏之风吗 我可以理解为 369觉得对线能打出优势 所以点了爆破 想一波一波打换血 所以点了骸骨 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甚至我可以理解为 预判了对方要换线 所以才这么带 这个符文我们就先按住不聊了 接着看对线 爆破还好 先说一下技能 加聊以及学艺是没问题的 学艺可以利用鸡飞触发余阵 而且可以刷被动换血 但是这个前提是 你要能一刀对手 这个真不好评价 是369放的太歪了 还是宙斯走位太好了 完事还被人家打了一逼斗 打了个海骨出来 这里加里奥差一个冰到二级 本来以为气势这么凶 要上去抢2 EAWA 然后看宙斯这边 宙斯会非常认真的走位躲风 吃冰的时候 如果必须要肉体来吃 那么会提前开盾 来避免吃到加里奥的被动伤害 因为盾吃伤害的话 是不会被破海骨的 甚至他会刻意走位 去规避加里奥的被动范围 这些人不敢不说啊 大家不信的话可以看录像 只要兰博有海骨 加里奥一波all in打兰博 伤害就会低很多 然后就是这里 兰博都沉默了 加里奥都不敢说 多虚一会儿W打个AEA 海骨 余阵的抗性和伤害 全都浪费了 感觉已经是从心底里 发自内心的害怕宙斯了 完全已经失去了 进攻和思考的能力了 兵线的运营 那就更不用说了 369没有考虑过放线 给宙斯上压力 兰博前期打加里奥 本身就非常难 而且非常怕Gunk 宙斯都在想办法控线 让线停在自己那边 369却非常配合 一直推线 导致宙斯可以无压力发育 他这个 技能命中率 是宙斯走位太好了 主要是 我这里最近也在打排位 就是你对面玩得好 你确实中不了 但那是我的水平 怎么可以 他的脸超有问题 时间六分钟了 一看符文 还是000 很难评价兄弟们 很难评价 然后就是六分钟的 这波潮虫团 加里奥在离兰博 很远的距离 就开W 他不会玩加里奥 不是加里奥 W 这个距离根本不可能 超不到兰博啊 对不对 我不清楚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想的应该是 不用加W挡伤害 那只是为了减点伤害嘛 而且更重要的是 队友这波都来潮虫了 本来加里奥这边配合队友 是可以对狐狸和赵信 形成包扎之势的 但是加里奥直接把W放了 对对面完全没有威胁了 就这里 本来狐狸赵信 都是要被打技能的 结果就全给放跑了 这里赵信得交散的 赵信都是要是 加里奥直接把W放了 对不对 是可以对狐狸和赵信 这里兰博插你 是他可以直接不管的 因为兰博也没有插子了 直接往下走就行了 直接往下走 这两个人肯定要掉技能的 拗加之势的 但是加里奥直接把W放了 对对面完全没有威胁了 就这里 本来狐狸赵信 都是要被打技能的 结果就全给放跑了 W很重要对加里奥来说 因为我们之前不是 我也用了很多加里奥 加里奥W真的很重要 然后下一波更离谱 小天卡是也蹲了半天 来抓兰博的 这波涛博是一波 名牌的三打二 塞拉斯已经包夹上来了 但是这波加里奥的操作 很难评价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应该是加里奥直接 一上去 先粘住 然后等塞拉斯到位 逼闪 塞拉斯逼闪之后 加里奥跟闪 这波是必能打出东西的 结果最后打了个闪换闪 浪费两个人的时间 最后排了个真眼 追悟到了不少经济 这波是真的离谱 然后是下一波超充团 这波EZ已经在中路被打残了 打出双招 落在这里插了个眼 瑞尔插了个真眼 结果反不到这个眼 小天就紧跟过去排这个眼了 结果就被飞客给开了 然后加里奥 这里加里奥得开大 我解释也说了 加里奥得开大 这是操作问题 还有运营方面的问题 这波捷克被打残 其实就已经很难接了 捷克被打残的时候 就已经很难接了 然后 然后他们如果说 捷克这么惨都要接到 可人奥要提前踢的 可人奥不能 就不能在后面踢了 你懂吗 我看可人奥有什么都没干 全身 我看可人奥有什么都没干 可人奥在B 可人奥在B 结果就被飞客给开了 没有 如果他的蓝波 他可以慢踢 因为你红色方言是优势 你的状态是低的 然后加里奥第一时间 没有放大去救这个打野 就挺奇怪的 不是吧 我说实话 如果你是一个正常 带大脑的队伍的话 你看到你的ADC 是这个血量的话 是不会接这个团的 然后第二时间 大瑞尔的时候 贝洛打断了 这波团加里奥又是 什么都没干 全身而退 所以这波团 到底是谁的锅呢 你们评价吧 我玩上路的 我指定上单 中场休息一下 欣赏一下 峡谷车技 接下来是小龙这波 这波也很离谱 开头这里 加里奥在草里 已经被瞎找到了 名牌了 他还想印这个路 这个W空了 咱就先不说了 后面这里 队友龙要打完了 对面已经明显 往队友脸上冲了 加里奥把这个口子 给让开了 我不太懂 他不应该守住 这个口子吗 怎么就能让对面 跑到队友脸上呢 你看他就在这跑 就这个时间了 跑到脸上了 还在跑 还在 他就直接在这里 不是他不想被瞎白 再往后跑 他到底在干嘛呀 原来是在调整角度放大 得亏啊 得亏落实被瑞尔吸进去了 要不然这波 又被打断了 又啥都没干 然后这里 我本来以为 他是想溢这个墙 跑路的 类似于这样 结果是跑到龙坑里面 自闭去了 然后就贡献了 名场面 T15人 龙坑霸凌369 不过有一说一啊 他这个玩法像中单家里 不像上路家里 其实他叫 怎么说呢 如果他们是想吃龙的话 我要掏脖 掏脖脖的打团的问题 有点变态 我能不能说为什么 就是 其实对于他们的阵容来说 你在这个位置打团 如果你的位置 你的队伍想在这个位置打团舒服的话 你这个草丛你是让不掉的 因为你这个草丛一旦让掉的话 你可以看到 EZ的位置直接被挤烂掉了 就EZ没有任何速度空间的 就是这里是不能让的 就如果说我这波是选择 把龙逼团接人 那你就要在这里死在这 就是你 你可以死在里面 但你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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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个位置 因为你看坦克到这个位置的话 阵型直接烂掉了 原来是在调整角度放大 得亏啊 但如果是嘉疗在这个位置的话 EZ就能输出了 你懂吗 没办法的 要不然这波又被打断了 又啥都没看 他想的是 我跟我最有配合 那一起开大招 但其实 他自己也是先手 嘉疗在英雄 活着跟不活着 其实没什么区别 然后这里 我本来以为 他是想溢这个墙跑路的 类似于这样 结果是跑到龙坑里面自闭去了 然后就供下了名场面 T15人 龙坑霸凌369 暴杀牛的超粉 赛博鬼打墙 不是为啥都有重播啊 这波也挺迷惑的 涛博这边没有大楼事业 对面都往大楼靠了 没有看事业 我说两句 最近直播间禁止打出墙这个字 不允许 我直播间不允许 出现墙这个字 结果被菲克尔开到了 加疗没有开大 去保这个辅助 这里当中我说了 这里就是 坑里亚回家多补雷波视野 他们在中路拉扫的时候 坑里亚多补雷波视野 然后你没视野了 这个大招 这个大招他是真舍不得 好 卖就卖了 咱再往后看 飞克这里被EDQ到了 最后一段大招也交了 又被塞拉自己烫了 狐狸 这里其实可以冲了这里 已经没状态了 这里其实可以冲了已经 真可以冲这里 而且这里踢的阵型已经被分割了 加疗 因为右边是拿了大招杀着你的辅助 你们懂吗 就是 瑞尔可以死 全技能有精神 为什么就不能开一下这边的野斧呢 就硬给放跑了 对面也纳闷了 看你这么虚 回头还要给你上嘴脸 哎呦结果还是不敢开 这种机会不把握 这种局怎么翻呢 然后飞克补满了状态 人家开大龙去了 这里又搞笑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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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不是啊 我当时第一时间看直播的时候 我觉得就有点怪的 当时我没有说 当时我 当时我一直聊的时候 感觉有点怪 家里要给ED当保镖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为什么离赵西这么远 就开W呢 这能 他直接一击去啊 这赵西直接 拿拳头顶他 闭脸不就行了吗 Buff到谁呢 顶他B脸然后W往侠脸上走 他有余阵加W减三是侠打不动的 然后把竞争吃完开竞争往那里去除 然后最最后再交产线可以出来 感觉很有空间啊这样一看 洛洛是白送的 然后在这个位置如果他的充全顶进去的话 他不会被大龙一直喷 洛洛没用啊洛洛都没保AD这不 真的呀 照性Q7 就连周眼他的落都嘲讽不到啊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把精神给摁了 无所谓啊不是 他把技能吃完了就爽啊 然后被压起身一波团零作用什么都没干就死了 然后就是最后一波 睁眼插了看到赵信了 人家都已经包过来了 你一个一往上跑了不就完了吗 硬是让赵信叠了Q 统上来留住了 不过其实也没关系了败局已定 大伙收根罢了 所以看完这局三十九的加里奥 你觉得这局加里奥到底是什么段位呢 说出你的看法吧 我说实话 六九的段位我不好说 茂凯真勇 就是他这个加里奥敢选 茂凯有点勇 没有是这样的正常情况下 你的教练在 在肯定你训练他练过对吧 你不可能说兄弟我一把没玩过 正常的来说 你能上比赛的英雄等级 是在你的训练赛里面是 暴杀有统治力的英雄 你是能上比赛的 如果你在训练赛表现就很一般是在混 其实 不太能上比赛 训练赛你都没有表现出来的话 你比赛里面更很难表现出来 不能说暴杀吧 就是你在统治这个游戏 你懂吗 就是你 你用你自己玩加里奥的节奏 也不是仅拿加里奥来说 你其他英雄也是一样 就拿当年 威威玩野河的情况来说 就是 他不说在训练赛里面暴杀吧 就没把 试玩的很爽的 这个其实很重要 没有关系 因为你的训练赛里面的玩法 到了比赛里面你会被削弱 因为你会打得比较稳 就没有那么变态 但是 你的暴杀情况是在于 当你顺起来以后 你知道怎么生游戏 都说了这个不能看 看了就是黑了